俄乌战争开打超过三个月了 西方国家这段期间 不断地先后多次祭出制裁措施 想拥有经济手段来打击俄罗斯 如今欧盟再颁布第六轮 同时也被人形容是 到目前为止最严厉的禁令制裁 施压俄罗斯要他立马停火 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就说 欧盟27个成员国已经有共识了 就是立马斩断俄罗斯三分之二出口到欧盟的石油 这样就能大大的削减俄军的资金来源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对这一点就表示欢迎 他预计在今年年底之前 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总量 可以减少大约90% 不过就在欧盟加大力度制裁的同时 俄罗斯依旧集中火力 继续进攻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 俄罗斯国营电视台就指出 亲俄分离武装分子已经全面控制了 卢干斯克的北敦涅茨克市 顺带一提 这个北敦涅茨克相信是乌军在卢干斯克的最后一个据点 如果这个地方失守的话 那么就意味着俄军距离攻占顿巴斯地区的目标 是更进一步了 那面对俄军的这个猛烈进攻啊 乌克兰军方依旧在顽强的抵抗 全副武装的乌克兰士兵在东北部地区的丛林勘察并寻找掩护 一旦发现俄军就会开着载有火箭发射装置的军车 朝目标发动攻击 现场也可以看到不少俄军坦克被乌克兰士兵摧毁的画面 躲在丛林埋伏的士兵也向记者展示了英国的军援设备 但士兵表示这款轻型反坦克导弹对他们的防守效果不大 因为这款导弹的射程并不远 俄乌战争还没有看到停火的迹象 但是呢 这已经对全球的食物供应链造成很大的冲击了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就发声明说 俄罗斯总统普京跟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已经通过话 通话之后呢 俄罗斯已经准备好跟土耳其合作 解决全球粮食危机和粮食价格飙升的问题 不过条件就是 他说西方国家必须要撤销所有对俄罗斯的制裁 一旦制裁撤销的话 那么俄罗斯呢 就会增加肥料和农产品的出口量 确保黑海以及亚素海的这个航行安全 以及乌克兰的粮食出口 不会受到阻碍